欢迎收看Focus国际话题 我是彭慧云 先开始我们把焦点转向在尾巴冲突这边 可能会引发红海局势动荡 这就是因为主要现在是伊朗撑腰的 夜门胡塞组织不断的蠢蠢欲动 有十多艘的商船都已经遭到攻击 有鉴于此欧洲美国等国家决议要联合协防 这是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周二前往巴林访问的时候 他宣布要组成一支多国派遣小组 称为是繁荣守护行动 就是要确保红海的海域畅通而且安全 那么参与的国家当中 共十个国家包含了美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等欧美大国 另外在多国防长视讯会议中也同意 会先调派当地的各个军舰 再扩大协防军舰的编队 那么奥斯丁也警告了伊朗 不要再继续支持胡塞组织 避免整个区域危机升温 夜门的胡塞叛军周一再度动手攻击两艘 行进鸿海的商船 宣称是报复跟以色列有关的船只 几本美军周末才设下14架无人机 胡塞没在怕 全球海运巨破纷纷决定停航避货 全球第六大石油BP也宣布改道 只是从中东油气到亚洲商品 全都依赖鸿海去欧洲 若是绕行非洲的好望角 传奇多14天 导致一周以来布兰特原油暴涨6% 亚洲到以色列的海运费也涨16% 明年1月恐怕再上修 更令人担忧的是 恐怕会出现供应链锻炼危机 台湾的海运三雄也跟进宣布停止通行红海 其中阳明决定改道好望角 不过台积电就评估不认为会对营运造成重大影响 毕竟是攸关能源跟经济 美国防长奥斯丁抵达巴林 就宣布成立十国联合的海上巡逻卫队 全力确保这条海运大动脉的安全 提论这么到 不过以色列现在事实上是内部的纷争不断 因为误杀了三名的自家人质 再度点燃了人质家属的怒火 而且这个时候哈马斯又再加码释出一段影片 这是三名年约八旬的长者 很虚弱的对进球说他们是非常痛苦 这让家属看到就好心疼 以色列反对派也批评说 总理纳坦雅胡根本就是无心营救人质 只想要打仗 以色列小队攻入加萨这座大宅院 怀疑里面藏有哈马斯的设施 每个房间不止地毯是搜索 还得先丢手榴弹 确认没有埋伏或是隐秘夹层 步步为营的乙军出动小型无人机 深入这座厂房侦察 才敢慢慢推进 因为每个死角都可能有地道入口 日前乙军发现最大的哈马斯地道 还带着大批的外媒记者眼见为凭 这只是绵延加萨地底500公里的地道系统中的一小部分 最深可达地下五层 乙军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外界 面对这么庞大的目标很难速战速决 只要深入地道 视野立刻就被战争迷雾给遮蔽 因此这一个月以来准备抽海水冠蟋蟀 但问题是万一 地道内还有无辜平民或是人质呢 话是这么说,但是前几天三名以色列人质举白旗还是照样被以军误杀。 Like why troops fired on unarmed men in the first place. 更煎熬的还有苦等的家属们不知亲人是生是死。哈马斯释出最新的人质影片中出现三名男性长者,年纪都在八旬上下,还说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承受了巨大痛苦,这叫家属听了于心何忍。 家属们要以色列政府优先救人,日夜呼喊,总理纳坦雅胡有听到吗? 以巴冲突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二度访问以色列,亲自问纳坦雅胡,乙军的阶段性目标到底是什么?反过来解读就是提醒他,见好就收。 不过国内的反对者就批评,纳坦雅胡心中真正的盘算不在战场进退。 接下来转换焦点要来看到发生在中国大陆甘肃省周一爆发的规模6.2的强症。 目前知道造成至少131人死亡,还有超过700人受伤,至少20位民众失踪。 那么画面上您可以看到救难队员在黑暗中,在倒塌的建筑物内寻找受困的民众,夜晚的温度又降得更低了。 这边出动了4000名的军警销总动员彻夜的进行救援,而这个也是中国大陆9年来遇上死伤最惨重的地震。 目前初步估算,灾需至少15.5万栋的房屋受损,而受损的电力设备还有连外道路,经过政府人员的积极抢收也在逐步的恢复之中。 不过专家也警告了,未来几天之内,最大还可能出现规模5个雨震。 甘肃一阵天摇地动,好几百公里外的成都,广播系统开始倒数计时。 警报声响起几秒内,马上出现有感地震。 这次甘肃临夏州基山石县,爆发瑞士规模6.2强震,镇央深度仅近10公里。 几百公里外的民众接到地震警报后,还有几秒到几十秒的逃生时间。 陕西和四川的学校,有宿舍大门迟迟没打开,学生只好砸破玻璃,赶快撤出。 监视镜头强烈震动,墙面瓷砖像暴雨一般直扑而下,换个场景,店内货架商品掉落, 碎裂声发出巨响,只见店员披着红色棉被夺门而出。 透过空拍镜头,可以清楚看到,甘肃临夏州基山石县大河加震, 由于多半是自建专造房屋抗震能力弱,因此出现大面积倒塌。 这个逆冲型的呢,就是两个小地块之间是相互挤压,就是越来越短,越来越近。 提醒注意的呢,就是这次地震的活动,可能也会诱发,或者是触及到, 它旁边一些别的这些断裂体系的这个活动性。 甘肃强震后没多久,新疆也发生规模5.5地震,幸好地广人稀,并无人员伤亡。 甘肃强震爆发后,共记录到余震140次,最大规模4.1。 地址专家警告,未来几天内,当地恐怕再爆发,规模5以上余震,不能掉以轻心。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而就在甘肃的强震过后,总统蔡英文与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日记指示而内部, 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紧急救灾准备,并透过管道向大陆表达人道关怀, 以及了解救援需求。 那么强震发生过后,由于当地是有大批的灾迷流离失所, 那么大陆军方现在也派出了军用的大型运输机, 就是希望能够尽快把物资送进灾区。 大批灾迷在广场上排队,等着领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果腹。 蓝色帐篷成了暂时栖身之所, 还有外界赠送的救援和保暖物资陆续涌入。 由于当地房屋大片倒塌,天气严寒, 还有许多民众都在屋外避难,有家归不得, 保暖物资严重缺乏。 地震发生后没多久,逃到操场上的师生, 裹着被子把能找到的课本、树枝通通拿来生火取暖。 这次强震导致不少学校校舍, 墙壁破裂围墙倒塌,复课之日遥遥无奇。 我们学生老师,安全,学生回家的老师, 都在学校里面,有光场,不值得这里面。 甘肃强震爆发后,总统蔡英文, 行政院长陈建仁,立即指示内政部迅速完成救灾准备, 同时透过管道向中方了解救援需求, 一旦接获外交部或陆委会指示, 就会立刻搭专机驰援。 去年9月,四川同样爆发规模6.8强震, 台湾也迅速完成搜救整备, 然而两岸关系不佳, 即便有心伸援手, 台湾人的爱心仍无法送到灾民手中。 TVB新闻综合报道。 最新连线进一步淡林来看, 在甘肃还有青海规模6.2强震之后, 当地的救援到底进行的什么样了? 因为地震当时涌出的淤泥面积是非常的大, 现在还必须要靠大型的机械设备来清理, 想请要连线给资深记者向如。 大陆甘肃和青海6.2级的强震已经进入了第二天,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青海省的重灾区, 也就是津田乡, 不仅地震振垮了房屋, 还遭受到了沙涌的袭击。 这又黏又稠的淤泥, 可以看到它大面积覆盖了整个村子, 由于它含沙又含水, 密度和重量都很大, 单靠人挖不可行, 必须要用大型机具开挖。 但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又生怕, 机具会伤到了幸存者, 因此救援的进度更加困难。 还有一点, 如果是单纯的地震所造成的房屋建筑倒塌, 或许民众能借由倒塌产生的空隙、 呼吸或者是等待救援, 但是这种淤泥它是整片覆盖, 它填满了所有的孔洞, 让幸存者的生存机会更加渺茫。 目前,大陆的救援队持续和时间拔河, 并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参与了搜救。 好,其他的天灾影响还要看到, 在阿根廷前几天遭遇了风暴侵袭, 结果有一架波音737客机, 被强风吹到在停机坪里滑行。 详情要连线给国际紫友记者杨琴。 这段最新画面, 停放在机场的波音737飞机在抢风下, 机体东摇西晃, 最后完全失控。 机场混乱不止如此, 还有飞机梯架在停机坪里, 像碰碰车一样撞来撞去, 这里是阿根廷的河西纽贝瑞机场, 因为阿根廷在过去几天饱受风暴肆虐, 一度刮起时速160公里, 相当于15级的超强阵风, 导致机场大乱, 机场人员等到风势稍缓, 才赶到停机坪查看, 结果发现飞机的右侧撞翻行李货车, 还有另一架同行的飞机, 更是差点直接撞到空桥, 显向还生。 不过也有另外一架确实和空桥撞在一起, 不只机翼变形损毁, 空桥也可能无法继续使用, 阿根廷这场风暴一共带走13条人命, 尽管警报已经解除, 阿根廷航空表示有不少飞机受创严重, 要完全恢复恐怕还要一点时间。 而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的冰岛火山, 终于是正式喷发了, 那么火山的裂缝长度达到了3.5公里, 而由于裂缝就位于在一座地热发电厂的附近, 当局更警告说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那么火山附近就有一座城镇, 多达4000人紧急撤离, 冰岛知名的蓝湖温泉区, 现在也是被迫关闭的。 滚烫的岩浆不断喷发, 酝酿了好几周, 位在冰岛西南端, 雷克亚内斯半岛上的火山终于爆发, 场景有如魔界里的末日火山。 原处有人不惜冒险, 也要亲眼目睹大自然的威力。 冰岛海岸防卫队直升机, 在火山上空巡逻, 确认爆发地点跟规模。 专家忧心, 火山附近有一座发电厂, 要大家做好最坏的准备。 冰岛气象单位公布卫星图显示, 从11月10号观测到火山附近地壳隆起, 早有喷发的迹象。 从上周也侦测到至少460起地震, 火山附近的格林达威克镇, 已经撤离约4000人。 冰岛知名的蓝湖地热温泉, 也提前关闭。 专家表示, 火山可能喷发好几个月, 虽然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但可以确定, 这是冰岛火山至今爆发威力最大的一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冰岛这座哈加菲尔火山, 在当地周一晚间爆发之后, 经过24小时, 那么专家就认为, 现在熔岩喷发的强度, 似乎是有开始减弱, 因此呢, 国际媒体也已经到了靠近火山口喷发处, 大约1.6公里的地方, 来近距离的连线。 只是CN的团队也从空中拍到, 流出了熔岩, 似乎在冒泡泡, 专家就担心, 这可能代表火山正喷发, 有毒气体。 滚烫的燕江和气体不断喷发, 冰岛西南端雷克亚内斯半岛上的哈加菲尔火山, 在当地周一爆发后, 现在火山喷发强度似乎逐渐减弱, 当局也让国际媒体记者, 纷纷靠近火山喷发出连线。 这些采访团队距离熔岩大概不到1.6公里处, 记者连线时还能看到背后的一团火光, 除了记者之外, 有来自荷兰的游客特地跑来亲自目睹火山喷发的壮观景象。 哈加菲尔火山这次爆发, 划出一条长达4公里的巨凤, CNN从空中拍到岩浆中竟然在冒泡, 专家担心这可能代表喷发的气体有毒。 火山距离宾岛首都雷克亚维克西南方50公里处, 从11月开始这里发生一系列地震活动, 当局已经撤离了4000名居民, 只是他们究竟何时能回家还是个未知数。 专家说这次火山爆发强度逐渐减弱, 不太可能影响到航班, 到目前为止当地的国际机场仍然保持营运中, 应该不至于像2010年艾亚拉法火山大喷发那样, 造成欧洲空中交通长期瘫痪。 TBB的新闻综合报道。 镜头转向是俄乌战争, 俄罗斯总统普琴就表示, 他不会放弃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还声称现在俄军已经掌握了主动权, 但是也准备就乌克兰的问题和西方国家来谈判。 那么普琴是在出席俄罗斯国防部会议的时候表示, 西方国家不会放弃在战略上压制俄罗斯, 因此俄罗斯也不会放弃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还表示北约对俄罗斯边境的步步进逼, 已经进入新的阶段, 强调莫斯科会捍卫国家利益, 不会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同意进行谈判。 另外一方面是乌克兰的总统泽恩斯基, 在周二的时候在基辅举行年度记者会, 他表示今年各项任务都已经完成, 但是他说和俄罗斯谈判在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迫切的意义。 另外是要看到南韩总统尹席越的内阁再度有一波人事变动, 这个是尹席越提名了前南韩常驻联合国的代表赵岳烈作为外交部长, 国家安保市长赵太雍则升格为国家情报院长。 这是南韩总统办公室的秘书市长表示说, 赵越烈曾经担任经贸谈判的负责人, 而且常驻联合国日内网办事处, 对于处理外交以及经贸领域都相当的有能力, 未来协助解决各种的外交难题。 那么赵太雍则是外交以及国安领域的专战略家, 对于处理对美国及北韩的安全问题经验丰富, 能够在国家安全席包上有所贡献。 那么这一波的人事调动呢, 南韩学者普遍分析, 这是除了为了因应北韩以外, 应该主要还是要来因应明年4月的议会选举, 拉抬升价, 但是也担心说, 如果主要的阁员都在议会选举前, 大举的辞职可能会出现一段的国政空白期。 不过现在南韩要烦恼的还包括这个少子化的问题, 因为不止影响缺工, 未来也可能会缺兵, 因为南韩的艺南人数预计在未来20年内会骤减到35万人, 那么南韩有很多部队, 像是第八军的东海岸部队, 还有中勇部队都被迫解散, 明年还有三个新兵训练中心会消失。 荒废建筑里涌入大量士兵, 高举武器小心前进。 阴影近期北韩频频威胁, 南韩士兵与驻地美军正进行围棋两周的实弹演练, 南韩总统应习岳更呛瞎, 说北韩用核无挑衅只会让自己更痛苦。 但南韩面临更可怕的无形敌人就是少子化, 这将让一南人数大幅锐减。 2002年 말 69만 명이던 병력은 2018年 말 60만 명 밑으로 떨어졌는데, 50만 선 붕괴까지는 고작 4년밖에 걸리지 않았습니다。 2040年에는 35만 명 수준으로 급감할 거라는 추정이 나옵니다。 因为少子化严重,历史悠久的部队被迫陆续解散, 明年巨传又有三个新兵训练中心要消失, 出生率大减也重创南韩GDP。 2050年GDP가 2022년 대비 28.38% 떨어질 거란 전망까지 나옵니다。 美军队又没钱打仗, 要怎么赢过兵力多两倍的北韩, 成为隐西越政府,头痛难题。 另外北韩官方证实前一天试射的 就是目前北韩最强大的火星18洲际弹道飞弹。 北韩官媒这次也特地公布 金正恩与爱女金主爱一起参观 火星18飞弹发射的照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不过在两岸之间的议题, 要看到是美国海军出身的智库学者, 近期就不断的示警。 指出中国大陆建造中的新型核动力的浅舰呢, 事实上比过去是更难以侦测的, 也提醒着美军中共着手打造了五年的水下长城系统, 用意就是希望反过头来, 从海面下全面掌控美国还有盟国浅舰的动向。 大国角力强军无止境, 举世闻名的战俘寻衣飞弹, 近年增添反潜功能后, 美国海军如今着手, 让现役的核动力潜舰都成为载台, 剑指当前主要对手。 以前之前才是最佳解方, 中国大陆潜舰阵容和水面战力, 迫不扩张, 各界密切关注的动勾六行, 开发状况, 原因不只是火力和吞味。 反垂的舌业推进的时候, 它在低速航程中, 它会产生一个低频噪音, 那这个低频噪音的强度非常大, 它可以传播到很远的海域, 所以说后来的发现就逐步向高速航, 高航速跟静音的方向来发展。 各国军方和智库一致认为, 解放军的新型核潜舰, 将陆续使用蹦蹦推进, 加上材料技术和设计的突破, 使得美军在水下降噪能力, 不再有绝对优势。 美国最先进的海航级攻击前年为例, 它的水下航级速度都达到30级以上最大, 它的辐射噪音却能够达到95dB, 接近于海洋环境90dB。 那中国目前研发的放推进技术, 其实不只是运用在洞沟6上, 其实已经改进到洞沟3型的核潜舰上, 那更进一步用在新型的洞沟3级。 以笔之锚攻笔之盾只是第一步, 早在2017年, 北京当局就批准打造船杆网络, 目标是足以在东海和南海, 全天候监控水下动态。 那它当然是宣称说进行水下的水文侦测, 天候的等等这些侦测, 那其实它的目的可能就是在周边侦测美国的潜舰, 那它的原理大概就是在水下部署, 大概上千个这种很敏感的听音系统, 然后利用水下电缆, 然后各个方式跟按机的接收站结合起来。 计划被称为水下长城, 据称中国大陆已经在关岛周围也进行配置, 从解放军近海防御的战略来看, 要掌控第一岛链之内, 离岸300里的水域, 由岸置火力和庞大的水面舰队来巩固, 而潜舰是外层作战区最重要的伏击战力, 用以对付试图介入台海或区域情势的他国兵力。 它的水下监听系统, 固然可以增加它对南沙群岛附近周遭水下环境的掌控, 但是相较于美军所布放的这个水下监听系统来讲, 它的效率还是会差很多, 因为美军在第一岛链, 它其实已经大致完成了一条完整的水下监听系统, 它叫做渝沟海底防线。 基本上除了台湾南部这一段之外, 其他地方大概都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因为美国放的这些水下天域这里都是在必经之路。 然而类似的概念早在冷战时期, 美军为了应对苏联就着手运作, 传言美方因应最新情势, 由于重启水下听音系统, 而美国海军出身的学者更建议, 是时候广泛运用水下无人载具, 反降一军。 美军借由重启这个水下听音系统, 那一方面当然是要能够掌握中共, 平时掌握中共浅见的动态, 暂时提供强大的早期预警, 去执行有效的猎杀, 更重要的是借由这些系统的建立, 它可以分享中共浅见活动的情报, 给中国大陆周边的国家, 确保这些国家能够在重大的议题上, 跟美国合作, 那像AQUS我觉得也是其中之一, 包括贬合英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舰, 看来早已列入美方捕虾蓝图, 只是潜舰部队退役人员提醒, 解放军也做好准备, 见招拆招。 那他用这些潜舰, 能够形成水下的水下瓦尘, 瓦尘就是三面一围, 你进来的时候我就把你困死, 水下长城, 已然不是古文明的代称, 放眼现代, 更像是地缘冲突之下的, 无形必裂。 体育辩新闻何嘉阎, 一月辅,台湾到。 好来,我们追踪第一线的单元, 现在要关注到各国的少子化危机, 那么尤其在中国大陆最近呢, 更显得严峻了, 现在呢还有学者表示说, 如果年轻人觉得养小孩很困难的话, 可以暂时求助亲戚, 这番争议言论一度冲上了微博热搜, 详情邀请住北京的特派记者林敏珍告诉我们。 大陆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最近是爆出了惊人的言论, 他表示抓住有效的生育期, 把暂时的困难借用亲友之力, 否则过了这个年龄段恐怕后悔就有点来不及了, 这番有些脱离现实的催生理论是一度冲上了热搜, 引来不少网友的吐槽。 中华网就报道, 郑炳文表示, 现在部分的青年人由于生活的压力, 生育意愿是不如从前, 其中包括了教育、养老、医疗、 生育、托育等多方面的压力, 让年轻夫妇们有些不堪重负, 对此郑炳文表示非常能理解, 但也感到很遗憾, 然而他认为青年人, 特别是青年夫妇应该往前看, 借用亲友的力量来生养小孩, 这种说法是让网友们纷纷表示不理解, 有网友嘲讽说, 那可不可以求助专家呢? 还有网友评论, 这专家难道是喝醉酒了吗? 亲戚也要养小孩怎么办? 还有网友调侃, 以后都不用拜访亲戚了, 因为看到就会跑走。 陆媒网易专栏也针对这个议题来做出报道, 他认为郑炳文对于年轻人的生育困境分析是到位的, 简单直白说出了年轻人的需求, 但提出的建议却让人深感困惑, 年轻人连父母都靠不了, 怎么还能去求助亲戚呢? 亲戚能提供适当的帮助就已经很好了, 不能将自身的生育压力转嫁到亲戚身上, 养孩子还是得靠自己。 好,确实生孩子容易是养孩子比较困难, 那大陆一项调查就显示了, 在照管管教孩子上面, 其实绝大部分的责任好像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 父职缺失是普遍现象, 像这种丧偶式的育儿似乎并未改变, 不过最近好像有点好转, 像是上海的爸爸晚上也会帮忙带孩子了, 对吗?敏珍。 大陆家庭教育儿童发展蓝皮书近日是公布了研究成果, 从全大陆范围内0到14岁儿童日间和夜晚的照顾情况来看, 在白天接近一半的孩子是由母亲照管, 祖父母全担照顾任务的占29%, 两者相加超过7成, 只有4%的小孩白天主要照管人为父亲, 这种被称为丧偶式育儿的情况, 多年来在大陆是都没有改变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上海妈妈在白天照顾孩子的比率, 只有全大陆的一半, 越来越多的上海爸爸是开始带孩子, 夜间带孩子的比率是两年上升了5%, 这份研究分析,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 相对于大陆其他地方来说, 上海女性的收入学历, 还有社会地位相对比较高, 依据新家庭经济学的理论, 男性相对于女性的优势被减少了, 因此上海男性愿意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家务劳动, 另一方面上海是大陆经济发展中心, 社会文化比较开放包容, 让更多的男性愿意承担起照顾子女的责任, 还有义务。 好, 接下来要带您掌握的是东南亚动态, 非系统性劳力指的就是从事不受保护工作, 或是没有社会保障的人, 那么泰国的非系统劳动力增至2100万人, 其中近500万都是老年人, 有超过5.5%, 55.4%都是从事了农业, 那薪资是比系统内的劳动力低了近两倍之多, 驻泰国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张俊福, 接受了泰国世界日报的专访表示, 多领域的合作是新南向新契机, 希望能够见到更大规模的台商进驻泰国, 集中力量来争取泰国招商浪潮的大好机会。 地缘局势的紧张, 促使外资的避险情绪升温了, 有调查者显示, 印度还有越南是超越了中国大陆, 成为日本制造业开展国外业务, 最看好国家的首两位。 日本与澳洲以及东南亚等11国参与的亚洲净灵碳排放共同体, 在东京举行了首次的峰会, 并且透过了共同声明, 同意要采取多元且现实途径来推动脱碳原则。 印度是扶原广大文化多元, 而且境内使用人口超过1万人的语文就多达了122种, 会出现不同区域的民众语言不通的情况。 那么总理莫迪在盛程瓦拉纳西演说的时候, 就首次运用了AI来提供即时的语音翻译。 那么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接下来再看到这个场面天气很冷, 但是民众怒火狂烧, 就发生在大陆默奥加阿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这个一开源就吸引了4万名游客前往, 结果根本挤不进去, 现场大家怒喊退票, 现场低温是零下23度, 但是招不起游客的怒火。 这边一高喊退票, 立刻引起所有在场游客的共鸣。 退票声此起彼落, 黑龙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开源不到三小时, 预约人数打4万人, 进去紧急关闭的售票系统, 但是现场的游客已经抵达, 排半天的队却无法入圆, 相当莫大。 请大家看一下该死的冰雪大世界, 看看可怕, 这边我忍惊心不清出来, 还没有警察过来。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界, 继续赶紧网络发文致歉, 声称4万名游客纷争踏来, 部分游玩需求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 对此深感歉意, 警局声称反思并连夜整改, 但人难以平息, 零下23度游客的怒火。 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 以大型冰雪雕塑为特色的主题人之一, 今年主办单位在81万平方公尺的地方, 树立了2000多座的冰雪雕塑, 是用时以来规模最大的, 特别是18公尺高的雪人, 以及超级滑冰道, 总共有14条, 最长的一条长达521公尺。 非常地激动, 我们在南方都没有看到这样的雪人, 我们还没有看过这么大的雪人, 我感觉到又冷又热。 镜头转到了新加勒阿赖太市, 积极雪覆盖了凸起的石头上, 形成了一个个如蘑菇一样的雪团, 零下31度, 早晚气温交替, 和面上的雪增气, 和岸边的石头雪团, 好像在汤圆, 不少游客进入, 这就像看一眼就值了。 TVB新闻张家宝, 陈湘如综合报道。 不过看到国台办还有陆委会, 针对有41名里长被控接受招待到大陆旅游, 是在昨天晚上是互呛了, 更多人正在记者听听。 日清台被17名里长被控接受大陆招待负关旅游, 被台北地监署所所约探。 中国大陆国台办案案人诸共联4én19月回应称, 来亚交流了大事不可阻挡, 没有哪个行动可以阻挡春天的到来。 跟著説 ere有往来和国力交流已开展了30多年, 批评银起义当时制造了这种寒气比热的促杀茂 stripe, 仿佛是台湾回到从前的计言时期 不过陆会也在中文晚期 以书面回应反击指出 中共长年以来有需两岸交流 美其民事交流参访 背地里操弄诱导台湾民众 甚至进行拉拢吸收渗透等种种恶意作为 根据以如真相国台办所说的 交流大事不可阻挡 又何须劳反跟台办化分责任区 或在地协力者四处招揽民众福大陆 并抨喜新政为两岸交流事下人为障碍 罗斯最明明非法激进 并在其次下时间专制统治的 恰恰证实中共当局自己 好 观众都过山山台积电的最新动态 因为台积电是无预警的抛出 总事长刘德英要在2024年退休的震撼 那么台积电在ADR的时候 周二收盘降价 还是有上升百分之零点九的 相信要的记者日轩 台积电突然抛出震撼 发布声明指董事长刘德英 将不参与下届董事提名 并将将在2024年鼓动会后退休 由于台积电没有说明原因 引发外界诸多传测 如果以近期台积电的预誉 以及海外物质来看 外界传出或是美国厂建厂过程 以过三折 导致进度明显落后 可能是刘德英退休的原因是一 而刘德英宣布即将退休后 台积电ADR周二收盘涨0.9% 到重上升250点 为连续99%收高 并且是连续15天创立时新高记录 那是达克比数重返万五 科技方面看到 升城市的AI现在运用 是非常的广泛了 但是在美国的加州大学 就有专家提出一份报告 指出他们发现了 升城市AI的水足迹相当的精元 等于是我们每问10到50个问题 就会消耗掉500毫升的水 那么这些的数据运散 不只是大量的水 还要消耗能源造成的碳碳排量 甚至可能会跟航空业是相当的 以往有事问Google 现在ChapGPP 10代代日成为不少人的超级日书 尽管免费是用单单 其实是优异藏性的代价 能源消耗是AI使用过程当中 看不见的难题 跟专家预估 问世上是AI 10到50个问题 大约要消耗相当于一瓶宝宝 特瓶500毫升的水 这样的耗水量听起来不多 但上亿人使用 每天成千上万的疑惑 要解答用水量就相当精元 从微软还有不够去年一年的耗水量 这样就能一瓶宝宝 但它的 global water use rose by more than a third 从2021到2022 climbing nearly 1.7 billion gallons for Google total water consumption at its data centers and offices came in at 5.6 billion gallons in 2022 a 21% increase on the year before it means that Microsoft's annual water use was equivalent to more than 2,500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 while for Google this would be enough water to fill nearly 8,500 pools 当使用者透过 APP 疑问经过数据传书 还有预算 提供公答案 都会产生大量的热能 因此需要口水来的雀 One common method involves the use of cooling towers This heat rejection device works like a giant air conditioner typically using water in an evaporation process to expel building heat into the atmosphere Another technique often used is outside air cooling or free cooling This system takes the outside air which has a lower temperature than inside the building to directly cool down the surface 但偏偏冷 多数是中心的区域 气温并不低 根本没有办法 利用冷空气 调节数是中心的温温度 亚洲的资料中心 用来降温的耗水量 就是每周资料中心的三倍 Google先前就传出 有医药在拉拉圭 打造水中心 但当地下天气温 打月28 29度 加上又遭风起 14年来最严重的干汗 根本无力承担 水中心的水源消耗 已经发明中 慢慢送上街头 现在美国就有超过 5300个数字中心 尽管其他国家的数量 像对而言比多多 但随着 AI使用的大大成长 这样的数字中心 会快快增加 预估到了2027年 全球 AI需要消耗的水 将较达66亿立方公尺 等于美国华盛顿州 一亿整年利用水量 不只是水足迹 根据华尔街机报估算 AI的泰排放量 可能转转全球 总泰排的2% 甚至跟航空一样等 因此专家认为 在全球力推检看的当下 AI或许也需要被拿入规范 在海边有找出 潜能省水的预算方式之前 专家也建议民众 在使用生生程式AI前 可以稍微想一想 是否能改用 比较原始的搜寻方式 就能减少AI产生大量碳足迹 还有水足迹 体别新闻 富富富报道 2023年人类自由的指数报告 瑞士再度产烈了 人类自由指数最高的国家 而台湾的排名也不错 排名第122 已经是亚洲最高的 而中国大陆排名 则是落在第149位 好 另外我们要看到是 南韩的国片 最近摆脱了先前的低潮 最近有一出 1212守尔之春 是改变了南韩的 双十二震变事件 这部片的票房开出红盘 那么累计观众已经有超过900万人次了 有机会就成为南韩今年最卖作的本土电影 来看TVBS新闻和宿伙伴 YouTube News TV的报道 一次270億韩元起来两大一笔标信 在韩商业以来持续攻占票房冠军 这部电影也引发南韩迷奸 对现代史的关注度 2033세대가全球观众位的 절반 和影响いく证明 大瞬 lacking的存在 旧观众位的协会 否定乱上了 这部电影y者的商业 这部电影 有后来看 这些奴隐的 在之后 找到了 这个回目的 这部电影 最大 已经 公正的 今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